今天,来给大家唠唠我的嫂子。 我的嫂子是个好人,我一辈子都感激她,因为我的成才,所有的功劳都是她的。 我是一个农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了好单位,拿了一个铁饭碗,这些全都归咎于我的嫂子对我的付出。 早年我家中穷,尚有一个哥哥父母中年得子,我与哥哥相差三岁,所以我长大成人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经双双六十多岁的年纪了。 哥哥在跟嫂子江江结婚半年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留下嫂子一个人在家中挺着个大肚子,其实很是辛苦。 后来孩子生下来之后,嫂子一人带着孩子,照顾父母,守了我家整整十年。 我知道她不容易,父母年纪大了,也慢慢老去,家中就只剩我一个孩子和嫂子一起相依为命。 她赚钱供我读书让我出息,但我成才却将她赶出了家门,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我在城里稳了脚跟之后,娶了谈了三年恋爱的女朋友,婚后没有过多久,我就将嫂子还有侄女接到了城中,让她们住进了我的家里。 这一切仿佛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也慢慢开始可以报答嫂子对我的恩情。 但这些我所认为的美好,都从我撞破了嫂子的秘密的时候改变了。 我带嫂子不只是嫂子的关系,我们更像是相依为命的姐弟一样。 但无意中的一次,我发现嫂子多年来竟然一直瞒着我一个隐秘。 今天我就把话给你说清楚,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我二郎腿一翘,坐在沙发里指着嫂子说道。 我终于不负嫂子所望,以优异的城里考上了大学,成了才有了好的发展,娶了妻子买了房子,接了嫂子进城。 我的嫂子是赚钱供我读书,读了整整七年的人了,本该都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但现在,我要把她赶出去,不要哭哭啼啼的,收拾好了赶紧走,有多远你就走多远。 我盯着一直抽抽搭搭的嫂子,满目艳泽道。 不是我不念日晴,不知道报答嫂子的恩,实在是她自己被我撞破的事情做得太过分了,过分到她这么多年的供养,远远不及她的恶事。 嫂子气得直哭,指责我的同时又怒骂道,你的良心是被泯灭了,还是被狗吃了。 想当年你哥一心挂念你能上大学读书有出息,她走了之后,我就一直挣钱供你读书,你现在有了本事了,却要将我赶出门,你能说你没有一点私心吗? 当初想我好好上学,还不是指望以后我能给你好处,我逆了眼嫂子,不以为意说着。 嫂子哭得更凶,一副痛心至极的模样,看着我伤心又失望,你真是无耻,这些年,全是我瞎了眼,活活养了你这个白眼狼。 我七声,随后又哼道,你若心中清明干净,现在又为何这么怒不可遏呢?我做这一切,全是为了你哥心中所念罢了。 嫂子说完,拉着收拾好的行李,拉开门就要走,等等,把你箱子中的东西留下来,我喊住了它。 嫂子赚钱供我念书,我成财后将嫂赶出家门,其实这一切,是因为有一个幕后的隐情,而背后这个隐情令人痛心无比。 嫂子愣住了,回过身看着我问,我箱子里有什么东西? 你别再装模作样了,你放进了什么东西,我能不清楚明白吗? 我走上前,一把夺过嫂子的箱子,然后干脆利落地拉开,取出了一份档案带装着的东西,嫂子一看,顿时就着急了,上来就要抢。 这是什么?我反问嫂子,这没什么东西,你还给我,嫂子有些气急败坏,想上来争夺我手里的东西,奈何又够不到,我不否认嫂子是个善良的人,是个好人。 但她做错了事情,她犯了所有人都忌讳的一个错误。 这个档案带里装的是一份鉴定书,但这个鉴定书是十年前的了。 她的纸张已然破旧了,但我依旧能够看得清楚明白,这张鉴定书,鉴定的是我的侄女和我哥哥的亲子关系。 然而结果显示,他们并非妇女,纵使嫂子对我恩情在重,可他这事是万万原谅不得的。 我觉得痛心无比,也许哥哥当年的车祸意外也是有原因的。 是不是哥哥也撞破了嫂子的蜜,一时间接受不了,所以才在伤心过度的情况下,有了这么一个意外,你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吧? 我摇了摇手里的东西,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苦衷的。 嫂子痛哭道,她还在狡辩,我接受不了我最敬重的嫂子,背后竟然做出这么痛心的事情。 你莫要与我说这么多,这种事情能有什么苦衷? 她若没有这个事情,我定让她在我家中住上一辈子,有什么事情都会帮助她。 但现在,我的侄女却不是一父子,我的哥哥却不知情。 单单这一个原因,我就万万容忍不了我的嫂子继续在我家中过下去。 嫂子虽挣钱供我读书,但当初哥哥的赔偿金,却养大了这么一个不是哥哥孩子的女孩,已然是抵平了的。 这一切的错误本是不在我,全是因为你的哥哥没有能力。 我才出此下策的,嫂子捂着脸,朝着我大吼之后跑开了。 我许久没有反应过来,哥哥没有能力。 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嫂子瞒着哥哥而为。 我为我的言行感到后悔。 反应过来时,妻子拉着我立马追了出去。 因为嫂子在这城市里没有任何亲人,也没有朋友,她只有我自己。 我们找到嫂子的时候,是在车站里找到的。 我向嫂子道了歉。 她也跟我如实说了,孩子的确不是我哥哥的。 但这些事情她从来没跟哥哥说过。 因为一个男人的尊严,但意外的确是意外。 哥哥已经不在,父母也老去。 这些事情便是追究起来,也无济于事了。 我思虑了许久,还是和妻子商量下来,将嫂子接回了家中。 她能够有安身之所,我对她亦有报恩之心。 不管她和孩子如何,但她为我们家中尽心尽力,将老父老母照顾妥贴,已是大恩。 我能够有今天这番成就,多数还是嫂子的功劳。 我感激她一辈子,她亦是个善良的好人。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被傲娇弟弟保护了。 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有个正常的弟弟,会是什么体验? 奶奶不让我吃饭,害我晕倒时,弟弟直接绝食威胁。 爸妈让我嫁给二婚家暴男时,弟弟对着他们以死相逼。 而他对我这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救过他的命。 我五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了。 弟弟出生的时候是在春天,村里正是不太忙的时候。 接生婆出来报喜的时候,家里围成一堆的人都乐开了花。 奶奶和爸爸听到是大胖小子的时候最激动,忙不迭地就往里屋进。 我在人堆里挤着跟进去。 一群人只顾着道喜,根本没有人在意我,我从人群里走出站到床旁边。 妈妈眼睛红肿着,满头都是汗,看着就快要累得晕过去了。 但她的眼神却很柔和,看着墙堡中的弟弟,眼里都是慈爱。 我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 爸爸神色激动,伸手想要抱孩子,但她低头看了下满手的汗,立马拿着旁边干净地不擦了擦,随后才小心翼翼地把弟弟抱到怀里。 弟弟的哭声特别大,我有些担心。 但奶奶却凑过去逗了几下,大笑几声,我孙儿哭的声音这么敞亮,身体肯定健康。 爸爸听了特别高兴,抱着孩子乐得不撒手。 我儿子长得真好看,小脸红扑扑的,像我。 爸爸在撒谎,我刚才明明看到弟弟皱巴巴的,还有点丑。 可他和亲戚们却都在夸弟弟好看。 我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明明二婶去年生下妹妹的时候, 他们说妹妹一看就是个没福气的,但妹妹当时明明和现在的弟弟一样。 奶奶跟着又夸了两句,然后笑咪咪地把视线转移到妈妈身上。 凤娟啊,你辛苦了,好好歇着吧,妈这两天给你炖只老母鸡好好补补。 妈妈呆了一下,然后赶忙答应,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 可能妈妈也觉得很突然吧,只是生了个弟弟,平时打骂她的奶奶就立马变得不一样了。 爸爸还要上工,没法在家里继续待了。 临走前,她抱着弟弟亲了好几下,然后才离开。 一众亲戚围着奶奶道贺,奶奶脸上的喜色脏都藏不住,跟着他们出了门。 屋里只剩下了我,弟弟还有妈妈。 弟弟躺在床上安安静静地,我就站在她旁边,忍不住地想用手碰碰她的脸。 妈妈立马拍开了我的手,皱着眉嫌弃地说,手都没洗,脏死了,不准碰弟弟。 我看了看自己干净的手,有些伤心。 爸爸和奶奶干完活没有洗手都爆了,怎么救我不行? 那我洗完手可以摸吗? 我接着问。 妈妈被我问得有些不耐烦,也不行。 你脏死了,出去玩去,别在这烦我。 她的样子特别凶,让我又想起了以前挨打的时候。 我被吓到了,赶紧跑出门外。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妈妈的温柔是给弟弟的,不属于我。 我看着自己身上穿着的陈旧衣服,失落地小声说了句, 我穿得这么破,确实不应该摸弟弟,我从小就不受待见,弟弟没有出生时,我还担心过他会过得跟我一样。 但我想多了,弟弟的存在好像是一个会让家人随时变脸的魔法。 上一秒嫌弃我吃白食的奶奶,一见到她就露出慈祥的笑。 曾经被嘲笑,持有女儿的爸爸,如今走在村子里,昂首挺胸。 就连总是被奶奶打骂的妈妈,现在也是每天都笑容满满。 家里和和美美地过着日子,比起从前来积极向上的多,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弟弟。 而我,我依旧不受待见,过着原来日子的只有我。 时间匆匆而过,又到了春天,弟弟已经五岁了。 这五年里,我想象出来的姐弟一同玩耍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大多数时候都是我挨打的时候他在偷笑。 起初他捉弄我的时候,还会担心会被家里人责骂,就连我也是这么想的。 村里调皮捣蛋的孩子都没少,在家里挨打。 但是真的等到家里人循着声音过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孩子与孩子之间真的很不一样。 我和弟弟同时灰头土脸地倒在地上, 妈妈却下意识地忽略满头鲜血的我, 心疼地把弟弟扶起来给他拍土。 可能是看出弟弟害怕,他才抽出空来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立马扭头过去安慰弟弟, 浩浩不怕,他就是摔了一跤而已, 皮糙肉厚的,他肯定不疼,咱们不怕呀。 我一个人坐在地上, 头晕眼花的时候,只听见了这么一句话, 到最后也没有人把我扶起来。 其实弟弟也知道我会很疼, 但家里人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理由, 他伤害我时还能反复利用的那种。 从那之后,我就彻底放弃了和他一起玩耍的心思。 我不想受伤,因为没有人疼我。 同村的王二鸭是我最好的玩伴, 饭都吃不饱的时候, 我俩经常会去村头小河里抓鱼烤着吃, 他陪着我度过了很多个下午。 所以,听到爸妈突然说在镇里买了套房要搬家时, 我真的有些不能接受。 但我却必须接受, 如果我主动留下的的话, 可能初中毕业就要被迫去打工。 我不想打工,我想上学, 所以我只能跟着走。 但我又放心不下王二鸭, 他又黑又瘦的, 奶奶比我奶奶还凶, 经常不给他吃饭。 坐上赶往镇子的车前, 我把自己偷摸攒下, 准备买饭的那些钱都给了他。 跟着爸妈走了, 我就能吃饱饭了。 二鸭比我更需要这些钱。 我眼眶通红地看着王二鸭哭着冲我挥手告别, 强忍着一滴泪也不敢流出来。 如果被爸妈发现我在哭, 他们很有可能会把我丢下车。 新家离村里有些远, 同样也比村子里更加地热闹有趣。 爸爸心情好, 一个人忙着搬家的事, 让妈妈带着弟弟去买身新衣服。 买房几乎花掉了家里所有的钱, 但因为弟弟受宠, 剩余的钱就还能挪出来给他买礼物, 即使他暂时不需要。 我在台阶上无聊地玩着, 脚下的石子被我踢得来回一动个不停。 快到下午的时候, 妈妈带着弟弟回来了。 弟弟穿着一件新衬衫, 手里拿着糖葫芦吃得正香。 他被养得很白, 穿起衣服来很好看。 妈妈让他在楼梯口等着, 然后进了一家店买菜。 弟弟抬头看到我, 冲着我晃晃手里的糖葫芦, 脸上带着炫耀。 这些我都习惯了, 心里也没有什么感觉。 这时, 突然有个很奇怪的阿姨拿着篮筐走到了弟弟身边, 不知道篮子里放了什么, 引诱着弟弟往一边走。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关于拐卖儿童的事情也听了不少。 当时我就明白了什么。 脑子里一瞬间有些混乱, 并不是因为着急, 而是我在想救还是不救。 如果弟弟真的被拐走了, 我是不是就能拥有爸妈的爱了? 这一瞬间, 我被自己脑海里的想法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的时候, 弟弟正被堵住嘴, 拖往路边的小巷子里。 很奇怪, 隔得这么远, 我也能感受到他在向我求助。 脑子里来不及思考, 我看着正好出门继续搬东西的爸爸大叫一声, 爸, 那个阿姨要把弟弟抢走了。 我大声说完, 在爸爸震惊的眼神中伸手指着对面的小巷边。 爸爸的反应很快, 在看见弟弟的一瞬间直接翻身下楼。 楼层不高, 他跳下去没有受伤, 站起身就往对面跑。 有人偷孩子了, 来人帮忙啊。 爸爸喊的声音特别大, 惊醒了大多在屋里睡着的居民。 几个热心的叔叔飞奔出店铺, 认准目标, 就冲着那个阿姨围了过去。 阿姨一看情况不对, 立马就松开弟弟准备逃走。 但晚了, 他被几个叔叔直接抓住, 如果不是其余人拦着, 爸爸真的会打死他。 动静太大, 把买菜的妈妈给吸引了出来。 他看着现场混乱的场面, 可能明白了什么, 手里拎着地菜掉了一地, 苍白着一张脸, 跑过去抱住弟弟。 弟弟抱住他的脖子, 哇哇大哭。 幸好, 看到弟弟没被带走我才松了口气。 我差点, 就因为极度当了坏孩子。 虽然弟弟没有被带走, 但爸爸还是生气了。 他第一次打了妈妈。 妈妈脸上印着一个巴掌印, 眼里都是泪, 但是不敢留下来。 爸爸气得脸色通红, 大骂, 你他妈怎么看的孩子? 妈妈辩解不出来, 只能低着头不断地认错, 是我错了。 我没看好孩子, 我通过房间门缝里看着这一切, 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如果今天差点丢掉的是我, 他们会为了我吵架吗? 再换种说法, 他们会救我吗? 很多事都不能假设, 因为伤心的只会是自己。 姐姐, 谢谢你, 还有对不起。 身后传来声音, 我扭头去看。 弟弟因为害怕, 跑进了我的房间里躲着, 这会儿脸色好多了, 从被子里爬出来跟我说话。 我有些意外, 他会这么说, 毕竟之前他在我面前都很嚣张。 他看我不说话, 皱着小脸慌乱地开口, 姐姐, 我那次不是故意把你的头磕破的, 我真的是想跟你玩。 我几乎是瞬间就想起来, 他说的是哪件事, 毕竟他也平时虽然调皮, 但也只有那次是弄伤我了。 我有些意外, 他会把这件事记到心里。 然后, 我就没问他, 那为什么后来总是欺负我? 既然知道是不对的, 那为什么还要犯? 他小大人试得叹了口气, 皱着没说, 因为你总是不肯吃饭。 我有些不理解, 我怎么不吃饭了? 明明是奶奶不允许我多吃的, 他看我不说话, 可能以为我是生气了, 立马解释道, 是奶奶告诉我说, 如果我像你一样, 不肯好好吃饭, 以后也会长得像你一样, 又瘦又矮。 我劝过你好好吃饭, 但你不理我, 我沉默了。 他以前好像确实说过, 但他当时啃着鸡腿, 被我当成炫耀了。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大人的世界是有很多谎言的, 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撒很大的荒, 比如我是他们让弟弟听话的教材, 又比如爸妈告诉我他们打我是因为爱我, 在一家人各种各样的心思里, 好像只有弟弟从心里还是善良的。 我没有办法跟他解释这个谎言, 因为奶奶面对他时很慈爱, 所以我什么都没有说。 第二天一大早, 奶奶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我们一家人正坐在桌上吃早饭, 他一进门甩下包袱, 就捧着弟弟的脸来回看, 确认弟弟没什么事才松了口气。 然后他瞪着一张脸, 站起身就甩了妈妈一巴掌, 老娘这么些年是不是对你太好了? 让你连个娃你都看不好? 这才第一天, 妈妈自从生下弟, 弟后就没挨过打, 这猛地挨两下突然就掉下泪来。 弟弟没见过奶奶这种样子, 悄悄拉着我的手有些害怕, 爸爸扶着额头, 一大早地看着有些不耐烦, 妈, 你怎么来了? 我要再不来, 指不定这女人怎么带我孙子呢? 爸爸听了也懒得再说什么, 他上工时间到了, 奶奶来了他, 反而更放心走。 他拿上帽子关门走人, 奶奶教训起妈妈来就更方便了。 妈妈被他说得抬不起头来, 奶奶看骂得差不多了, 就坐在椅子上把我面前还没动得饭端过去。 他拿着筷子就搅拌搅拌吃了几口, 吃得津津有味, 嘴上还有些阴阳怪气, 现在生活就是好啊, 丫头片子吃得都正好。 我说不出话来, 其实我碗里的也只是稀饭配着几筷子青菜而已, 刚好能吃饱的程度。 家里每天雷打不动的两个尖弹, 一个是弟弟的, 一个是爸爸的。 每次奶奶都想方设法地从我这里节省粮食, 真正吃进我肚里的其实没有多少。 我习惯地打算把手里的筷子放下, 弟弟却出生了, 奶奶,那是姐姐的饭。 我一愣,手上的筷子停住了, 弟弟皱着脸,有些不高兴。 奶奶没反应过来, 过了会才笑呵呵地说, 你姐姐不饿, 这是他孝敬奶奶的。 可弟弟没有以前那么糊弄了。 以前我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奶奶还能扯谎说我已经吃过了。 可是现在弟弟很清楚, 我很饿, 只是我没想到他会提出来。 弟弟看着自己眼前也没动过的饭, 直接把碗推到我面前, 那我也不饿, 姐姐吃吧。 奶奶立马放下筷子, 赶紧把饭又推回到弟弟眼前, 哎呀我的乖孙啊, 怎么能不吃饭呢? 不吃饭会长不高的。 奶奶着急地不行, 还扭过头瞪了我一眼。 弟弟一声不吭, 倔强地不肯吃饭。 奶奶最后还是妥协了, 她不舍得让弟弟饿肚子, 就起身又给我重新盛了满满一碗饭。 饭碗被她重重地放到我面前, 我连看都没去看她快被气死的模样。 我吃着碗里的饭, 想到了一个可以抵抗他们的好法子。 接下来的日子里, 奶奶以不放心为由住了下来。 那次吃过饭后, 我就有预感自己的日子会不好过, 所以提前就留了个心眼。 奶奶把以前的那一套又搬到了新家里, 想方设法地不让我好过。 在她又一次没让我吃饭的时候, 我拖着饿到发抖的身体, 故意晕倒在了弟弟身边。 周围场景变得鸡飞狗跳起来, 弟弟的哭闹声不止, 哭着说让我快点醒过来。 我当时就知道自己的目的达成了。 一听到我是饿成这样的, 临时跑来帮忙的隔壁大婶, 看我奶奶的眼神就变了。 镇子里喜欢女孩的家庭也不少, 大婶家就是其中一户。 但这到底是家事, 她看着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偷偷告诉我, 如果吃不饱就到她家里去拿。 我能看到她眼里的善意, 心里微微一暖。 弟弟就站在我旁边, 应该也听到了, 垂着脑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就从这天开始, 弟弟变了。 她要求每天都和我一起吃饭, 不然就闹绝食。 爸爸知道这件事的原因时, 没忍住和奶奶吵了一架, 从此以后, 我算是吃上了饱饭。 但后来奶奶总是趁着没人在家的时候, 偷偷掐我, 还骂了很多难听的话, 并且不让我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我有了后路, 根本就不怕她。 当天弟弟回来的时候, 我就不经意地让他看到了 我袖子下的那些伤。 然后在弟弟的询问下, 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弟弟特别生气, 直接就在自己胳膊上掐了几下, 然后出门大声跟奶奶他们说, 你们再打姐姐, 我就打自己。 说完就又往自己身上掐, 吓得妈妈赶紧抱住他红。 爸爸刨根问底, 发现又是因为奶奶, 气得直接就让奶奶回村了。 弟弟知道自己帮到了, 我特别高兴, 眼睛亮晶晶地跑过来, 小声跟我说, 姐姐, 我保护你。 他还小,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被我利用了。 我心里有些愧疚, 但我也没法不这样做, 因为她是家里的宝贝, 有她在, 我才能过正常的生活。 我能做的就是现在努力生活, 然后以后补偿她。 因为我俩的关系亲近, 爸妈也没办法对我太过恶劣。 我初中毕业时, 他们本来想让我外出打工, 但因为我成绩优秀, 当地校长特意免除了我的学杂费。 又加上弟弟求情, 他们才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但他们私下里跟我说好了, 不会管我在学校里的吃喝。 这一点, 我早就预料到了。 他们, 能不阻拦我上学就已经很好了, 我从来没设想过 他们会给我花多余的钱。 去学校之前, 邻家大婶特意找了我一次。 这么些年下来, 她也多多少少知道我在家里的情况。 给, 静静。 她递给我一个小瓶子, 慈爱地看着我。 我好奇地打开, 里面居然是一小卷钱, 数额还不少。 我吓了一跳, 连忙要还回去。 她却往后退了一步, 笑着说, 好好拿着, 努力学习, 这些钱将来可是要还的。 我知道这是她让我安心收下的借口。 但凡手里这会儿有些钱, 我一定会再次拒绝它。 可是我没有。 我手里的那些钱, 甚至不够我在学校里撑过一个月。 所以我只能收下, 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谢谢。 大婶见我收下才放下心来, 临走前还嘱咐我, 让我把钱藏起来, 不要被家里人发现。 我摆摆手, 让她放心。 这种教训吃一次, 我就记住了。 像那种偷偷干杂活, 赚钱结果被爸妈偷拿走的事情, 我再也不想遭遇一遍了。 离开家来到高中, 我才觉得自己有了一个可以放松的环境。 新环境新朋友对我的吸引力很大, 以至于到了晚上整理行李时, 我才发现袋子底部的信封。 是之前弟弟强行塞给我, 然后被我拒绝的那封。 我清楚地知道, 里面是弟弟省吃俭用的钱。 上面还写着, 姐,加油。 我的眼泪一下就绷不住了。 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 我很幸运。 上天知道家里有两个不希望我好的亲生父母, 所以就补偿了我善心的大婶和对我好的弟弟。 我第一次觉得一加一大于二。 再糟糕的父母, 都不能阻止我在有底气的时候向上爬。 高中生活枯燥又有趣, 我努力地往上爬着, 一步又一步地向着以后的保送名额伸出身。 开学一个月后, 班上转来了个家里有钱, 却学习不好的女生, 我们意外地成为了朋友。 可能是她从日常生活中看出了我家庭条件不太好, 所以就用让我帮她补习为由, 赚每一天的饭钱。 我知道她是好心, 但既然收了钱, 我就会努力教她。 她被我拖着努力, 成绩慢慢升了上去。 高一结束的时候, 我第一, 她第九十, 九。 暑假时间很长, 我就在家附近找了个活, 弟弟闲着没事就跟我一起赚钱, 有他在, 我不用担心钱被爸妈抢走。 七月底的时候, 老家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很要好的童年玩伴王二鸭自杀了。 我和弟弟慌慌张张赶到村子里的时候, 他已经下葬了。 村人对着这件事不愿多谈, 甚至看上去感觉有些晦气, 但我们还是从他们的三言粮语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二鸭的奶奶嫌她是个累赘, 她在二鸭初中毕业的时候, 就开始偷偷帮二鸭找婆家。 上个月看中了一家, 才离五千, 她马上就定下了。 对方是三十岁离婚带娃的家暴男, 打跑了两个老婆。 二鸭是被打晕了送到他家的, 第二天一早, 接受不了上吊自杀了。 可是, 她明明才十六岁啊, 和我一样大。 上个月她才跟我说过, 她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 等攒够了钱还要回去继续上学呢, 眼泪湿乎乎地流了一脸, 连腿也开始发软, 快要倒下的时候, 弟弟赶紧扶住了我。 她把我扶到一旁坐下, 眼睛也有些发红, 姐,你, 她嘴唇半张着, 像是想说让我不要太过难过, 但到最后也说不出来什么, 因为她也和我一样接受不了这件事。 我们三个这几年的关系很好, 经常偷摸混着一起玩, 二鸭总会用自己打工挣得零用钱给我们买零食。 我一边吃着她的零食, 一边和弟弟商量着让二鸭能够吃饱饭的法子。 我和弟弟千方百计的, 也才让二鸭多长了一寸个子而已, 她才刚开始为了未来而努力, 就死了。 这件事带给我的冲击力太大了, 我坐在路边缓了好久才稍微有些力气, 耳朵里的嗡嗡声慢慢散去, 我这个时候才听见村里的吵杂声。 一群人风风火火地抬着担架往这边跑, 后面还有个大吵大闹的男人被控制起来。 我就看着他们快速抬着担架跑过来, 担架上的人一只手露出来, 衰老的皮肤上还戴着一只老旧的镯子, 手紧紧地抓住一打钱。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二鸭的奶奶。 她身上盖着的白布被血水侵染, 看着已经没有呼吸了。 村里其他人还在讽刺着她要钱不要命。 事情发生得突然又合理, 无非就是买回去的媳妇第二天就死了。 对方来闹, 二鸭奶奶不还钱还大骂对方。 所以她被砍死了, 死了还抓着钱。 我擦干眼泪笑了声, 活该, 这就是报应。 我心里一阵痛快, 眼神里却带着恨意。 弟弟看出我的不对, 带着我就往家赶, 他虽然也很生气, 但却不会像我一样, 他可能也不会懂我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脑子昏昏沉沉的, 想的事情很杂。 唯一脑子里清醒的, 就是那句, 我是暂时还活着的另一个二鸭, 我现在还没有可以选择的权利。 回到家后, 我消沉了三天, 然后第四天, 我就开始重新打工赚钱, 努力向上爬, 现在是我唯一可以站起来生活的途径。 我使劲努力, 除了帮助朋友补习, 就是预习加巩固知识。 两年后, 我成功得到了一个保送名额。 最后几个月, 我全力帮朋友复习, 很少回家。 保送名额到手, 等到大学的时候会有奖学金, 钱不少, 那个学校我也很喜欢, 所有我就没有再参加高考。 朋友高考的时候, 我就顺便去做了几天短工。 高考结束了, 我才收拾行李回家。 可是回来得不巧了, 我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地上, 看着对面冲我笑得和蔼的父母, 还有一个陌生男人。 弟弟应该是被想办法支开了, 他们很明显是奔着我来的。 我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 就看着他们。 妈妈脸上挂着虚假的笑, 跟陌生男人打趣道, 你看这孩子, 连个招呼都不打。 小静, 这是你张大哥。 我冷笑着出声, 妈, 这辈分可就差了, 这一看我就是要叫书的, 我们差了这么多, 在叫哥多别扭啊。 面前的男人看着有三十, 手上戴着大金戒指, 看着我的眼神特别让人恶心。 我话里的意思, 他们也听得很清楚, 那男的拉下脸来, 看着有些不太乐意。 妈妈立马瞪了我一眼, 然后说, 瞎说什么? 这可是妈妈好不容易给你介绍的。 我不想跟他们多说废话, 昨天我已经成年了, 他们再也不能用我年纪小这个理由压制我了。 所以我直接明晃晃地威胁, 不用跟我瞎折腾那么多, 我不可能听你们的, 早点死了那些心思, 咱们还能假装和谐地过日子。 要不然的话, 这个家就永远别想安生了。 爸妈的眼神震惊家不可思议, 好像怎么也想不到 曾经被他们打骂, 偷了钱都不还口的孩子会变成这样。 爸爸最先反应过来, 拍着桌子就站起身骂, 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怎么跟父母说话呢? 老子今天还就跟你说清楚了, 你后面要走的路, 我们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你还没资格拒绝。 他骂得再难听, 我心里也不会有任何感觉, 在我心里, 他们不是父母。 我从身上背的小包里, 拿出随手买的水果刀指着他们, 眼神坚定, 那咱们可以试试, 看看我会不会听你们的。 他们一下子就安静了, 那个陌生男人也没想到 会有这种局面发生, 吓得站起身就往外跑, 这是你们的家事, 跟我没关系, 以后也别再来找我了。 看来他是个能听懂人话的, 也知道自己的命最要紧。 家里的氛围有些僵住, 弟弟这时突然从外面回来了。 他一回来, 就看到我还用刀指着爸妈, 角落里放着刚才那个男人送的礼, 他应该也能想到点什么。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弟弟立马就不受控制地大叫起来, 爸妈, 二鸭姐的死你们都忘了吗?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爸妈一向宠爱弟弟, 甚至不舍得对着弟弟多说一句重话, 所以此刻他们除了慌乱之外还解释道, 那我们也是为了他好啊, 人家家庭条件不错, 他嫁过去也是享清福啊。 弟弟一点都听不进去, 继续说, 你们以前都不想管, 为什么非要现在管? 也收了人家的钱了吗? 弟弟虽然还小, 但是句句都在里上。 爸妈一阵心虚, 说不出什么来。 弟弟一看就知道说中了, 大叫, 把钱还回去, 我姐长大了, 她自己会做主, 你们别管她, 你们要是再逼她, 我以后长大了就跑得远远的, 再也不回来了。 妈妈立马就慌了, 赶紧道歉, 好好好, 妈妈以后不管了, 好好别哭了。 爸爸也沉默地坐在了沙发上, 看上去也默认答应了。 我把刀收起来, 起身去安抚弟弟。 其实以前看到自己怎么哀求父母, 他们都不同意, 最后却因为弟弟一句话就同意的时候, 我心里会很复杂。 但现在我早就想明白了, 我不是那个受疼爱的小孩, 我的任何想法都不重要。 家里有弟, 弟支持我, 帮助我, 是我的幸运。 从这次大闹之后, 爸妈自动跟我画好了界限, 在这个家里, 就是都维持着表面的和谐。 我如愿以偿地去了心爱的大学, 爸妈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正坐在大学的教室里。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繁华, 大家都在努力变得更好。 我跟高中那个朋友联系上了, 他大学就在我们附近。 我本来打算勤工俭学的, 但他说他父母为了感谢我, 已经给我准备了份轻松的工作。 咖啡馆的服务员, 一个月一千块。 这对于从小地方出来的我真的算是一笔很高的工资了, 爸爸在家那边做工, 一月也才四五百块。 学校三年的时间里, 我好好学习, 获得了好几次奖学金。 咖啡馆的工作我做了三年, 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和那个朋友一起出去玩。 整天学习也不累, 我还学会了护肤, 以前有些泛黄粗糙的皮肤, 现在养得白嫩了很多。 三年下来, 也有人向我表露过心意, 但都被我用学习忙的借口拒绝了。 比起恋爱, 我更喜欢赚钱。 钱包越股, 我的底气才会越足。 大四实习的时候, 我面试上了一家很喜欢的公司, 开始的时候工资不高。 但是会慢慢提, 发展的前景很不错。 弟弟上大一的时候, 我已经往上升了一次, 工资加了不少。 爸妈多次暗示, 我让我给弟弟生活费之类的。 我现在在镇子里, 属于很有出息的别人家的孩子, 他们脸上沾了光, 开始体会到了有女儿的好处。 但又碍于以前的事对着我不好明说, 我对他们的纠结表现得很无所谓, 只是告诉他们弟弟并不要我的钱。 早在弟弟考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考虑过这个事。 家里毕竟不富裕, 我该帮肯定是要帮他的。 但他没有拿我的钱, 他说他也想试试勤工俭学的生活, 想自己努把力。 于是我就把他介绍给了 从前我工作过的那家咖啡店。 爸妈对于这件事特别不满意, 觉得我是故意在让弟弟吃苦。 我理都不理他们, 照常上下班, 平常就住在自己租的小房子里。 他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没关系, 又不重要, 弟弟懂就行了。 十八岁之后, 我的人生有了自由, 从此之后, 日子过得越来越快, 每一天都是我想要的样子。 二十八岁的时候, 我有了自己的房和车, 依旧没有恋爱, 每天除了赚钱就是晚安。 倒是我弟弟结束了三年爱情长袍, 打算结婚了, 对方是个特别温柔的姑娘。 弟弟比较有出息, 存了不少钱, 工作也不错。 弟妹第一次上门的时候, 我正好在家。 小姑娘特别客气, 上门带了不少礼, 爸妈装糊涂没分寸, 但我可不想让人姑娘觉得自己不被重视。 我当着大家的面, 给她递了一个厚实的红包。 她红着脸, 有些不敢收, 还是弟弟拿过红包塞她手里的。 我对这个弟妹的印象很好, 弟弟那么大个子, 两人站在一起很般配。 谈起彩礼的事情, 妈妈说话有些阴阳怪气了起来, 现在生活就是好啊, 结个婚都有那么多彩礼。 她那张嘴就是闲不住, 总想着省下那撒瓜俩枣, 得罪所有人, 和旁边奶奶的嘴脸结合起来, 就像别人都欠了他们一样。 弟弟脸一下子就黑了, 不放心地去看弟妹, 怕她放在心上。 我笑咪咪的话里有话, 是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 等到弟弟搬进自己的房子里, 他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的。 简而言之, 少管。 妈妈还想再说什么, 被爸爸瞪了一眼, 大发走去弄菜了。 后面的进展还算顺利, 两人定下了日子, 打算明年春天结婚。 到了那个时候, 新房正好就可以入住了。 在楼上看着他们走的时候, 我看到弟弟买了枝花 递过去给弟妹, 把弟妹逗得脸都红了。 看到弟弟长成这副积极向上, 有自我担当的样子, 我很高兴。 老家村子里有些溺爱孙子的家庭, 现在孙子长大了都不怎么成器, 有的什么都不做在家啃老, 也有的吃喝玩乐不着家, 总在外面闯祸。 只有我弟弟, 他很努力地长大了。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我就顺便去看了看隔壁大婶。 平常总是喜笑颜开, 给我开门的大婶, 今天状态好像不是很对。 他应该是哭过了, 脸上带着一点浮肿。 我坐在沙发上, 看了一圈都没看到平日里坐在阳台晒太阳的大叔。 我疑惑地问, 大叔今天不在家吗? 说到这个, 大婶有些控制不住地要流下泪来。 我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了事情不简单。 大婶, 您先跟我说说到底怎么了? 大婶以前帮过我很多, 现在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都应该帮一把才对。 大婶绷不住了, 开始流泪, 我其实真的不想麻烦你,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你大叔他住院了, 我们两口子啥也不懂, 回回进去就是交钱, 现在钱也快不够了, 也不知道能找谁帮忙。 我不理解, 这么重要的是你们没有告诉灿灿姐。 灿灿姐是他家闺女, 前两年结婚了, 劳两口就这么一个闺女。 灿灿刚生完孩子, 正在坐月子呢, 我们不想让她担心。 我沉默了。 我没有遇到这种父母, 所以不懂这种感受, 但我此刻挺羡慕灿灿姐的。 我安抚好大婶, 然后问, 大婶, 您先告诉我是哪家医院, 我带您去, 医院的那些事我清楚一些。 大婶听完擦干肋, 跟着我上了车, 就往医院赶。 我去找主治医生谈了下, 才知道大叔只是需要动个小手术而已, 但大婶他们啥都不懂, 还以为是有很大的问题, 怎么都不肯动刀子, 坚持要用药物缓解, 这才慢了下来。 我好好跟他解释了下, 他们才明白, 然后签字手术, 流程走得很快。 大叔住了两天院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是我接的他们。 老两口很感谢我, 我就笑笑说这都是我该做的。 时间再一晃, 弟弟的女儿出生了。 小家伙软软糯糯的特别可爱, 但我爸妈他们不太高兴是个女儿, 一直嘟嘟嚷嚷着怎么生了个赔钱货, 好在弟弟是个有担当的, 软硬兼施, 背后拉着爸妈做了好一通思想工作。 第二天, 弟弟就送老两口回老家了。 除我爸妈之外, 我们都很爱她。 我是知道重男轻女的家庭有多窒息, 所以我对这个小侄女特别怜惜。 小侄女满月那天, 我放下手里的大包小包的奶粉尿布玩具, 小心翼翼地走进婴儿房里。 才一个月大的小侄女 在婴儿床里睡得正香甜, 时不时还吐着小泡泡, 小小的一团, 奶乎乎的。 我看得心底一阵柔软, 忍不住俯身轻轻落下一吻。 小宝贝, 欢迎你, 我们都会好好爱你。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则故事。 她57岁, 工资4500, 离婚二十多年, 前夫要女儿 给4500养老。 她不答应, 赵晴二十七岁, 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每个月工资六千。 妈妈陆荣五十七岁, 在家附近的一个公司做保洁, 每个月工资四千五百。 第二天上班, 赵晴去找领导, 有些为难些说, 兴主任, 不好意思, 我有点私事, 需要和你报备一下。 兴主任喝了一口茶, 说, 晴晴, 坐下说。 赵晴在对面坐下, 低声说, 兴主任, 是这样的, 我爸妈在我五岁时离婚, 而且她在我一岁多的时候, 就不管我和妈妈。 可昨天她又回来了, 说是欠了一屁股债, 把房子卖了, 现在要我每月给她四千五百, 不然就要来单位闹。 兴主任, 我不能惯着她, 在我需要她的时候, 她没有尽抚养的义务, 现在她老了, 她凭什么理直气壮, 要我给她养老? 兴主任, 我知道如果她来闹, 肯定会给你添麻烦, 可我也不想妥协, 更不能惯着她, 让她觉得只要闹一闹, 我就得不断给她钱。 兴主点头, 说, 我知道了, 如果你爸真的来闹, 你就带他来找我, 我给他出主意。 秦秦, 不管你有多少道理, 可他都是你亲生父亲, 你都有赡养义务。 她看秦秦一听急了, 笑了笑说, 秦秦, 你先别急, 按你的岁数, 你爸应该还没到六十周岁, 而且他能来找你, 那肯定身体也不错, 所以就算他想要你赡养, 也还没到那个时候。 秦秦, 遇到是不能急, 更不能损敌八百, 自伤一千, 那是最不划算的。 如果你爸真的要来, 我会给他讲清楚, 他若是不相信, 那我给他出主意, 介绍他找个法律援助, 让他去法院起诉, 只要法院判了, 你不想给他养老都不行, 你觉得怎么样? 赵晴抿了抿唇, 说, 星主任, 谢谢你, 我不怕你笑话, 我现在别说看见他, 想起他都会忍不住心烦气躁, 没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 星主打开抽屉, 拿出一个奶茶递给他, 说, 给, 心情不好的时候喝杯奶茶, 挺不错的。 赵晴回到自己办公室, 冲了奶茶, 捧在手里慢慢喝了一口, 看着窗外的一角天空, 湛蓝湛蓝的, 如同水洗过一样。 他深深地呼吸, 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如同主任说的, 只要自己静下心, 也不过是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怕和焦虑是罪用的。 握了握拳, 他开始认真工作, 总不能为这点事, 什么事都干不了, 万一工作出错, 那才是悔之不及。 快下班的时候, 萧妍打电话, 说他爸妈要见他, 晚上一起去吃饭。 他站起来伸了伸懒腰, 他在财务局工作, 每天要和无数报表和数字打交道, 下班时觉得眼睛都花了, 眼前和脑子里似乎都是一个个数字。 赵晴拿上包, 出门看见萧妍, 笑了笑, 说,走吧, 别让你爸妈等着急了。 坐在副驾, 赵晴看着萧妍, 说, 你不是挺忙的吗? 怎么还有时间来接我? 我自己打车, 过去就行。 萧妍认真的开着车, 说, 我想着你心情不好, 再说, 要一起吃饭, 接你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赵晴没有在说话, 投靠在椅背上, 闭上眼睛。 也许是真的累了, 没过几分钟, 她竟然睡着了。 萧妍没听到晴晴说话, 转头看了一眼, 见她睡着, 不由觉得好笑。 放了一首轻柔的歌曲, 调高车内的温度, 萧妍想让赵晴睡得舒服一点。 她摇摇头叹了口气, 她知道爸妈今天见她, 肯定会说些不好听的话, 可她也没办法阻止, 毕竟爸妈也是替她考虑。 不过萧妍也算想明白了, 不管怎么样, 她都不会放弃他们的感情, 只要一家人齐心, 其他事都是小事。 她想起妈妈说的, 结婚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 是两个家庭的事, 因为人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个体, 不是一个人活着。 每个人都有父母, 有亲朋, 有同事, 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张网, 网上的一个点扯一下, 人就会相应动一下, 只不过看那个点的远近罢了。 到了爸妈订好的饭店, 萧妍轻声唤晴晴。 晴晴睁开眼, 揉了揉眼睛, 说, 到了吗? 下班睡一觉真舒服。 两人走进包厢, 他爸妈已经点好菜, 晴晴笑着问了好, 和萧妍一起坐下来。 萧爸爸说, 先吃饭吧, 有什么话我们饭后再谈。 赵晴笑着说, 好, 谢谢叔叔, 我还真的饿了。 萧妍递给他一杯热橙汁, 说, 快喝吧, 脸色这么差, 你不是事业单位吗? 怎么还这么忙? 我还以为你们上班, 就是喝喝茶看看报呢。 赵晴喝着果汁, 说, 可能有你说的那样的, 不过我是做审计的, 哪里能清闲得了。 萧妈妈皱眉说, 晴晴, 那你结了婚也这么忙, 严严又忙, 你们俩这日子还怎么过? 以后有孩子了怎么办? 赵晴心里叹气, 她这么忙又不是现在才这样的, 她和萧妍认识的时候, 她就是这样。 萧妍说, 妈, 晴晴一直都这么忙, 不过好在不用加班。 她给她加了一块排骨, 说, 快吃吧, 这排骨味道不错。 一时间餐桌上有些安静, 几个人慢慢吃饭。 赵晴吃饱了, 擦了擦嘴, 说, 叔叔, 阿姨, 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萧爸爸皱着眉, 说, 晴晴, 严严说, 你爸来找你, 要你给他养老,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 人在哪儿? 赵晴长嘘一口气, 说, 嗯, 他昨晚来找我, 让我每月给他四千五百养老, 不然就来我单位闹。 听他说应该退休了, 每月退休金四千一百, 租房子住, 具体在哪儿我没问。 萧妈妈不悦地说, 哎, 你们家怎么这么多事, 这以后你和颜颜结婚。 让他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不会整天找上门来要钱吧。 赵晴忍不住咬唇, 他觉得他妈妈这话很难听, 可他没办法反驳, 以赵大德昨晚那德行, 真的能干出这种事来。 萧妈妈看他不说话, 更是不高兴, 说, 晴晴, 你没听到我说话吗? 你不吭声是什么意思? 赵晴无奈地说, 阿姨, 你说的情况真有可能发生, 我没办法给你保证, 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从小到大几乎没见过他, 可他突然就跑到我面前来, 我也是措手不及。 阿姨, 我只能说不会惯着他, 不会他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其他的我也没办法。 萧爸爸听他这么说, 脸色反而和缓了, 只要晴晴能力地住, 这事就不会那么难办, 就怕他自己挺不住。 他爸闹一次, 他给一次, 那才是没完没了。 萧妈妈却不乐意了, 说, 晴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爸以后上家里来闹, 你是不管了? 他拍了一下桌子, 说, 赵晴, 既然你是这个态度, 那你和妍妍的婚事就算了, 我们家可不想取个脚事经, 门前天天像唱戏一样热闹。 没等赵晴说话, 萧妍说,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我和晴晴婚妻都定了, 你怎么能说算了? 这话是这么轻易能说的吗? 他妈妈瞪着他, 说, 萧妍,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你没听见他说吗? 他爸要闹上门来, 他根本不管, 这样的人你也敢娶, 你就不怕每天没个消停。 萧妍皱眉说, 妈, 你到底是怎么听的? 晴晴都说不惯着他, 不会他要什么就给什么, 他是当女儿的, 除了这样, 他还能怎么办? 妈, 我不会和晴晴分手, 我要暗期结婚, 反正婚后我们俩单独住, 就算他爸来闹, 也只会来找我们, 你就别操心了。 萧妈妈被儿子气得胸口一阵闷疼, 感觉头晕眼花。 萧爸爸递给他水, 说, 快喝点水, 别这么激动, 自己身体不好, 还这么沉不住气。 萧妈妈忍不住流下泪来, 说, 你看看你儿子, 你听他是怎么对我的, 我还不是为了他。 萧爸爸拍背给他顺气, 说, 老袁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孩子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特别是结婚, 可是他一辈子的大事。 老袁, 你先别生气, 其实你们都没错, 这件事也没你想得那么严重, 只要晴晴不惯着他,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 他又说, 炎炎, 你送晴晴回去吧, 这是我会和你妈妈谈, 他就是太担心 你们了。 晴晴, 这是我们心里有数了, 你也不用多想, 好好和炎炎准备婚事。 赵晴听他这么说, 眼眶一热, 赶紧低下头, 说, 谢谢叔叔, 谢谢你。 萧炎送赵晴到楼下, 说, 晴晴, 我不上去了, 你自己小心点, 这么多年没见, 谁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 赵晴刚想说话, 就看见赵大德从楼道走出来, 阴狠地盯着他, 说, 赵晴,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如果你不给钱, 那把房子让出来, 我也能少要点, 不然我没好日子过, 那谁也别想好过。 赵晴真的很烦躁, 说, 你休想, 如果你敢来闹事, 我就报警。 赵大德冷笑着说, 呵呵, 赵晴, 你可别后悔, 反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没什么可怕的。 萧炎皱眉说, 你现在也才五十多岁, 自己可以找个工作, 养活你自己, 而不是整天想着 让晴晴给你养老。 你自己可以去打听一下, 你就算闹也没用, 晴晴给你养老, 也要你六十岁以后, 而不是现在。 他拉着晴晴上楼, 陆荣气地坐在沙发上哭, 赵晴走过去, 说, 妈, 你怎么了? 他来家里闹了吗? 陆荣哭着说, 晴晴, 他一直敲门, 我不想出去, 可怕吵着邻居, 只能出门赶他走。 他竟然要我把房子给他, 还要每月给他三千, 不然他要天天来闹, 你说, 我们可怎么办? 赵晴疲惫地坐下, 说, 妈, 要不把这房子卖了, 你再重新买个小房子住, 我还不信他能天天找我们。 他想了想说, 妈, 你干脆买到我们新房附近, 到时候有事我也好照顾你。 萧妍也觉得这样挺好, 不然到时候, 刘陆荣一个人住这儿, 晴晴肯定不放心。 他说, 阿姨, 晴晴这办法好, 干脆把这房子卖了, 以后住我们附近。 陆荣点头说, 好, 那我听你们的。 晴晴说, 萧妍, 你帮我打听一下附近的房子, 我这边找人卖房, 这样能快点。 三人商量好后, 萧妍走了, 赵晴拿了些水果, 和妈妈去找孙大妈。 孙大妈看见他们, 让他们进屋后, 说, 小路, 晴晴, 你们有什么事吗? 晴晴说, 孙奶奶, 你也看见了, 她现在天天来闹, 我和我妈妈这日子, 没办法过了。 我们商量后, 打算把这房子卖了。 你听没听说, 有谁想要房子的? 孙奶奶, 你消息比较灵通, 帮我们打听打听, 我要尽快出手, 可你也知道我家情况, 我们还要买房子, 价钱会比市场价低一些, 但也不能低太多。 孙大妈拉着晴晴的手, 说, 哎, 怎么有这么混账的人, 年轻时自己去潇洒, 不管你们, 现在老了又想起自己还有个女儿, 真是亏心啊。 想了想, 说, 老梁想从老家回来, 我问问他, 他应该要买房子。 哎, 人啊, 都活得不容易, 老梁本来说去老家养老, 和兄弟们住一起, 每天种种菜养养他鸡, 结果听说每个月的退休金, 花得一分不剩, 还被整天抱怨他不拿钱。 他害怕再待下去, 自己的那点棺材本都守不住, 想着赶紧回来。 陆荣也记得梁大爷, 他们老两口是小学老师, 人特别好, 不过儿子出国后没回来, 他老伴去世后, 卖了房子去老家的。 他说, 梁大爷还是想回我们这儿吗? 这儿的都是老房子, 不知道他还愿不愿意住。 孙大妈说, 这儿有我们这些老邻居, 他都认识, 每天还能一起唠唠嗑, 说说话, 有时也能找人帮忙, 去别的地方, 他才不习惯。 他直接给老梁打电话, 说, 老梁, 小路要卖房子, 你要不要? 就是我家隔壁, 房子收拾得特别好。 老梁说, 要, 我再不走, 活不过几天了, 他们刚才又来找我, 说要翻盖房子, 让我拿二十万, 真是要气死我了。 他说, 老孙, 我明天就回去, 到时候和小路亲自谈。 他好像很忙, 匆匆挂了电话, 路荣也松了口气。 两人回到家, 赵晴挺开心, 说, 妈, 这样就好了, 我们尽快搬走, 省得他天天来闹。 妈, 我们尽量把房子买得近一些, 这样我也能放心。 路荣笑着点头, 对他来说, 能给女儿少点麻烦, 清清静静过日子就行。 生活总是这样, 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 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 人活一生, 值得爱的东西很多, 不要因为意识不满意, 就灰心, 不管什么时候, 生活都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 需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